大家好 我是正在重建美国的肘子 虽然我重建美国还需要点时间 但再过几天就能知道星球大战绝地 到底能不能make EA great again 三年来除了Apex的体育游戏之外 EA在主机游戏领域可以说是屡战屡败 甚至败到了要把星人骨肉拿到Steam上卖 这次的星球大战绝地也不会例外 那寄托了EA极高期望的星战绝地 到底能不能成为EA的绝地反击呢 其实星战这个IP在国内没有太大影响力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12月会上映星战9天行者崛起 当然上映地区不包含内地 反正星战绝地在大部分国内玩家面前 就是个普通的3A游戏 好玩才是硬道理 情怀算个屁 而这次的星战绝地想要好玩肯定没问题 因为它不光倾注了重申工作室的全部心理 还大量吸收的东营作品之景气 比如黑魂里的篝火在这里叫冥想地 作用跟篝火一样 会刷新怪物 也能给角色升级 黑魂里的元素品在这里换成了治疗阵剂 死亡损失的经验要从击杀你的敌人尸体上收集 战斗为了像只狼一样自由且刺激 也加入了招架而且不限制体力 打帮敌人的防御之后 也可以对它使用漂亮的处决剂 虽然能看地图这点不像魂系游戏 但地图上并不会标示目的地 而且关卡里也跟黑魂一样差路满地 但解锁岔路可能会需要用到各种原理 星战决定跟魂系游戏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在于 主角没有不死人的残疾 能像神秘海域里那样登高爬底 也继承泰坦与恶劣的飞烟走壁 平内跳跃部分将会贯穿整个游戏 另外游戏的机制与设定虽然都很魂系 但整体难度应该比黑魂血缘要低 而且还分成了四个可选的难度等级 毕竟它不能让那些星战定人粉们生气 这些对魂系游戏 对《银河战士噩梦城》的借鉴和学习 并不是我的个人揣测或者推理 而都是被开发者亲口在采访中提及 因为就算开发者自己不说 发射后它也一定会被拿来跟魂系游戏对比 但游戏上还缺少魂like吗 一款星战游戏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做呢 这一切还得从EA的艰难困境 以及这款游戏的开发背景说起 从A17年开始 《仙女座》《星战前线2》《战地5》《圣格》 EA的3A要么惨败要么惜败 没有一款达到销量预期 可能EA自己都做怕了 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出成功的3A 但EA知道 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 而这次的《星战决地》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并没有交给《星战前线2》的DICE 而是让回下最靠谱的重生工作室来开发 游戏的品质和表现力也都几乎无可挑剔 甚至还完全摒弃了微交易和多人部分 让人不免怀疑 这还是不是那个《Fuck up everything》的EA呢 至于像公喜银膏学习 不也是最稳妥的选择吗 什么人王啊 control啊 视觉代码啊 全世界不都在学黑豚血缘吗 I am the father 当然即使选择最稳妥的路线 也不可能让游戏没有缺点 比如这次的主角从头到尾都使用这一把光剑 会不会比只狼的动作单独感还要更明显呢 再比如智囊类的跳跃攀爬和高锁 能在很大程度上为玩家的潜行和暗杀提供便利 而《星战绝地》里面的平台跳跃 似乎就是像神海和波斯王子一样 单纯提供平台跳跃的快感 这在魂系玩家看来会是加分点吗 另外设定跟魂系游戏如此接近 但如果难度无法给魂系玩家带来太大挑战的话 体验会好吗 当然 瑕不掩瑜 无论怎么看 《星球大战绝地》雨露的50团 依然是一款相当优秀的商品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聊游戏 总让我想起了《死亡阁浅》 而《死亡阁浅》和《星战绝地》 在我看来就像是站在生者世界与死者世界 阴与阳 白与黑这样的对立面的两部作品 肖子修复没选择做个十纳九五的MGS精神续作 没选择跟任何知名IP合作 除了魔抓野料 也没选择做已经被验证过的游戏模式和玩法 像个典型的日本制作人一样 让个人特点贯穿整个游戏 不管不顾的过着自己的措目小桥 而《星战绝地》有星镇IP加持 还从日本游戏身上借记了各种成熟玩法 像个典型的EA商品一样 规划了一条看起来清晰稳健同向成功的康壮大道 大难当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样倒也没错 所以《星球大战绝地》这款游戏 就像是一位日本人者披上了《绝地50》的外移 他金发碧眼英语流利 伸手矫健一身英气 右手光劲左手元力 但他知道自己复兴公器 也知道自己的老师不是尤达 是卡卡西